我们来讲一讲 我们来讲一讲 什么叫送水局 这是一个宅子 一般我们讲洋宅 这是背后 也就是座山 左方 也叫青龙方 右方 又叫做白虎方 前方朱雀 任何一个建筑物 不管是公司 或者出面风水 基本上就是 前后左右都有 一般呢 从铺面风水来讲 这前方 它可能是街道 也可能是一条路 一般的路 都是平的 就不容易分开 哪边是来水 哪边是去水 有人说了 说根据车流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交通规则规定 车呢 是右方行驶 也就是说 不管这个铺面 前面的路 是几个车道 一定是 从左向右走的车辆 所以这种风法是不对的 最好呢 还是根据地势来 如果是左边高 那就是从左向右来的 如果是右边高 那就是右左边去的 所以地势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昨天的松水局 是什么情况呢 左边很高 右边很低 并且呢 在铺面的前面 有向下走的这个 梯道 坡道 形成一个什么呢 右高左低 这样一个情况 这就叫送水局 这就叫送水局 也就是锁不住水 锁不住去水呢 就不聚财 意味着做生意呢 这个风水 布局不合理 后来有知道内情的 反馈了一下信息 说那个地方去生意宝座 目前呢 一二百万 那我看一看 这个松水局 它还是存在着 并没有改变 这个松水局 没有做什么挽救的措施 即便是里面装潢很好 还是怎么说呢 总之呢 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在这也不要说 过于难题 给大家讲这个小的视频 就是告诉大家 什么叫松水局 如果是右方高 左方低 然后水向左边流走 整个这栋楼 门开在哪呢 门开在右边 这是一栋楼 它门是开在右边的 这就叫做送水局 反过来呢 就叫做逆水局 逆水局就不一样了 送水局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 谢谢 接触 hela